剛才我們看過這個x加y的2次方 x加y的3次方 那現在我們就用這個x加y的4次方 把它的展開 用組合的方式來思考 把它 寫出來給同學看一下 這個x加y的4次方 它實際上呢就是 四個括號 x加y 乘以x加y 再乘以呢 x加y 然後再乘上呢這個x加y 總共有四個括號 四個括號 那麼 因此呢你把它展開以後 它應該會有哪一些項呢 它應該會有這個 x的4次方 x的4次方 那另外呢它應該會有什麼呢 它應該會有x的3次方 一個y 因為我們在展開的時候 這是相乘的 這是相乘的 所以你應該是用前面的一個x 乘上後面的x或者是y 再乘上後面的x或y 再乘上後面的x跟y 所以每一個括號 所以每一個括號裡面的一個x 只能搭配另一個括號裡面的一個x 或者是y 這每一個括號都是 取一個出來 取一個出來 所以搭配起來呢 會有像這樣子的情形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再過來就是有x平方 y平方 然後再過來呢 有xy的3次方 另外呢 再過來一個是y的4次方 那y的4次方 那這些情況 它的係數到底是多少 我們要來看一下 我們要來看一下 首先呢 如果是第一種情形 是x的4次方 x的4次方 那換句話說呢 就是我們現在呢 有四個帶子 我們現在有四個帶子 每一個帶子裡面呢 都有兩個球 一個球是x 一個球是y 一個球是x 一個球是y 然後我們在取的時候呢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情況 你全部通通取x的方法數有幾種呢 這邊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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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只有一種情況 只有一種情況 那所以呢 這個全取 我們把它寫這邊 全取x 或者是全部取y 我們從y的角度來看 全部取y 全部取y的話呢 那麼 你取的這個 方法數呢 就是 xxxx 那就只有一種 換句話說呢 也就是c 4取0 c4取0 4個帶子裡面呢 我們通通不取y 所以c4取0 那也就等於4 也就等於4 那它的方法呢 就是xxx的x 寫在這邊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把這第一項的係數給它填上去了 就是c4取0 c4取0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通通不取y 我們四括號裡面呢 全部通通取x出來 然後把這些x乘在一起 它就是x的四次方 所以x四次方的係數呢 就是c4取0 那c4取0呢 它這個是1啦 這邊寫錯了 這個係數是1 這個係數是1 那因此呢 我們就知道它的第一項呢 就是x的四次方 x四次方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 恰取一個y 這個x三次方y 表示什麼呢 我們在三個括號裡面取x 然後在另外一個括號裡面呢 取y 好所以 恰取一個y 假設你取一個y的話 那麼 四個帶子裡面 取一個y的方法數是幾種呢 c4取1 c4取1呢 就是4 好就是4 那這種情況呢 為什麼會有四種呢 同學來看一下 你四個帶子裡面 每個帶子兩個球 那你每個帶子都要取一個出來 那你可能取的時候呢 是這樣子 x x xy 這樣子就是 恰取一個y 那其他三個都是x 或者是你取成這樣子 x xy x 那或者是 x y x x x 好 或者是 y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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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這樣子的話呢 是恰取一個y 好 總共有四種不同的情形 好 總共有四種不同情形 所以呢 你在展開的時候 好 這第二項好 這個x三次方y 好 那麼他的這個係數啊 就應該是 c4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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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c4取1呢 因為是四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知道呢 這個四次 x加y四次方 展開 他就變成 x 4x的三次方 乘以y 4x的三次方乘以y 好 這是第二項好 接下來呢我們再看第三項喔 第三項呢就是呢 恰取兩個y 好 恰取兩個y 那你取兩個y的話呢 另外兩個當然就是取 取的是x了喔 所以他乘起來以後就是x平方乘以y平方 那我們看一下這一項呢 他的係數又是多少呢 同學其實可以從這邊一詞類推 他是c4取2 c4取2 那我們還是從這個 這個袋子的角度來看齁 每一個袋子裡面呢 有sy兩種不一樣的球齁 那你把每一個袋子裡面呢 取一個球出來齁 那恰恰取到兩個y 好兩個y球的他的 這個方法數有多少種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齁 c4取2齁 就是x x 然後y y齁 另外呢 x 好 y x y 齁 齁 還有呢 s y y x 齁 齁 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呢 y x x y 齁 還有呢 y x y x 齁 齁 或者是1 4裡面取y出來 那這種情況呢 是在第1號第3號的這個袋子裡面取兩個y出來齁 那這是在第1第2號裡面取y出來齁 所以總共有幾種情形 所以總共有幾種情形呢 總共有這6種情形齁 那麼 當將來呢次方比較高比較大的時候齁 如果你還用這種方法做的話呢就比較麻煩齁 所以要使用組合的方式齁 也就是說呢 我們從4個袋子裡面呢 恰取兩個y 他的這個方法數呢就是 c4取 2 c4取2 所以呢 這個 4個袋子裡面齁取兩個y出來的方法數齁 恰恰好兩個y的方法數就是c4取2 那因為你取兩個y齁 因為你取兩個y齁 那麼另外兩個就是x齁 那你把這些乘在一起齁 因為他不論他的排列順序齁 所以他是用組合c齁 不是用排列p齁 那x乘在一起以後呢 y乘在一起他就變x平方y平方了齁 變x平方y平方 好那麼 c4取2齁 4取2是多少呢 就是4乘以3齁 再除以二階層齁 那也就是6 也就是6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他這個 第三項的係數呢 寫下來就是6x平方y平方 6x平方y平方 好那接下來呢 同學就可以以此類推了齁 好那麼 接下來這一項呢 就是我們 恰取3個y齁 恰取3個y 就是4個代子裡面取3個y 就是4取3 不論排列順序齁 好那4取3呢 就是4的齁 4取3就是4 所以我們把這寫一下齁 那因此呢 這一個 這一項是4 c4取3齁 c4取3 那他計算的結果呢 是4齁 所以這 倒數第二項呢 就是4xy3次方 4xy3次方 好那最後一種情況呢 同學也可以 仿造最上面這樣子齁 就是 呃全部都取y齁 全部都取y 你4個代子全部都取y 當然只有一種而已齁 只有一種 也就是呢 c4取4齁 c4取4 c4取4 實際上就是c4取0齁 好所以這個係數呢 是1齁 這係數是1 這是y的4次方齁 那 全取y齁 最後這種情況叫全取y齁 那全部取y的話呢 就c4取4齁 就等於1齁 就等於1 好那這樣子呢 同學就可以看到呢 我們可以使用這個 滷合的這種理念齁 下去呢 把這個 二次向展開式的係數齁 下去把它求出來齁 再把它求出來 那同理齁 這個5次方 我們也可以這樣子來做齁 好我們把這個螢幕拉上來一點齁 好同學看一下這個5次方齁 那這個5次方呢 x加y的5次方 它就是5個代子了齁 5個代子 所以當你把它展開的時候呢 這個 5次方的係數是多少呢 5次方的係數呢 當然就是c5取0 就是呢 就是呢 我們全都 全部不取 全部都不取y 全部都取x 然後再加上呢 再過來一個呢就是 取4個x一個y 恰取1個y 所以取1個y 它的方法數呢 c5取1 c5取1 那再加上呢 這個取3個x兩個y 3個x兩個y 所以呢 c5取2 它的係數 好那同學一此類推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一項一項寫出來齁 接下來是 2個x 3個y 那這個就是c5取3 c5取3 然後再加上呢 這個 sy的4次方 這是一個s 4個y 所以它是c 5取4 c5取4 最後一個呢是c5取5 c5取5 加上c5取5 這個y的5次方 5個y都取出來齁 存在一起齁就y的5次方了 所以這個s5次方展開以後就是這個式子的齁 那同學下去計算一下齁 呃 c5取0呢就是1齁 所以它的第一個係數是 x 次方的係數是1齁 那c5取1就是5齁 所以這一項的係數呢 就是5齁 那後面這邊我們也可以先把它寫出來齁 這就是c的5次方 好啊這個是 xy 的4次方 那這個5取4 5個裡面取4個出來齁 它的方法數也是5齁 那接下來中間這個齁 c5取2齁 同學可以一下計算一下呢 這個就是10齁 那這邊就是 10x的3次方y平方 再加上呢 c5取3就是c5取2齁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呢 這個5次方的展開式呢 長得就像這個樣子 所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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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